Hello 各位朋友好早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Movements with 這些工具 這些叫做什麼呢? 這些叫做一種在動的壓力 不是他動,是你動 是黏住你的,讓你也可以 做3D的Movements 例如你做Squats OK? 做Squats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但如果你要跳 你也可以 3 4 5 6 7 8 9 10 是不會掉出來的壓力 因為是黏住了 這個叫做Wearable Resistance 這是多謝我們的朋友 Lila Exigen 在馬來西亞那邊 可以寫一本書去配合他們的 Equipment 多謝他們的邀請 STM和Lila Exigen 是一個系統加工具 怎樣用的工具 是令到大家可以 更加強烈 In tennis And also Movements 好 原來呢 我們會有一些 Lunges Lunges 平時你Lunge 你都會做Lunge的動作 是吧 不過呢 當你一做 你會有壓力 不過呢 跳 是吧 跳 它會有少許阻力給你的 是吧 對啦 這個呢 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 有些重我感覺到 對啦 就是這個 對啦 穿著去的 當然呢 你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脫掉 脫掉之後呢 你會發覺呢 你的人呢 是會 輕了的 好了 現在我再做一次 5 1 嘩 Easy 2 3 4 5 6 7 8 9 10 嘩 現在呢 有些腳的動作給大家 首先 Squats 還有Lunge 現在Lunge 現在才是拿走壓力出來的 Wearable Resistance 拿走一個阻力的 但是呢 我現在是放回去 放回去 因為我多數喜歡 resistance training 的 resistance training 會令我們 stronger 對 你不練呢 You're not going to get stronger 對啦 我喜歡最大快的那個 最大快的那個呢 的阻力最厲害 那麼呢 其實很科學 為什麼一條一邊是小一點 一邊粗一點呢 我們前期再講解 對啦 這個呢 非常開心 這個 你也可以 做 High Knees 當你有速度呢 是不是 它不會跌出來的 是不是 那這個呢 當你拔出來之後呢 它呢 就會令你快了 那這個呢 是和大家分享 那麼今次的動作呢 你看 High Knees 然後你就 對啦 原來呢 你就可以加上剛才的動作呢 變得更強的 那麼呢 Description裡面 Description裡面呢 看看有沒有編譯呢 就是 記住 Fear and Trust enemies 你每個人都有Fear的 尤其是比賽的時候 但是當你有Trust呢 你就可以將你的Fear 抗爭了它 那Trust呢 是through你的practice 你對自己的信任 見得多些情況 練得多呢 你就會對自己有Trust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呢 跟大家分享 那記住呢 Trust and Fear Trust 可以擁有那個Fear Fear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你有信心 Confidence去 知道你應該做些什麼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 那什麼時候有信心呢 就是through你的preparation 你的練習 你的之前的功夫 就可以令到你呢 你的Trust呢 可以break through那個Fear 每個人都有Fear的 無論做什麼都好 當你去到一個discomfit zone呢 你就會質疑自己的 不過不會的 如果你的preparation就足夠 好嗎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個位 希望大家喜歡剛剛的 sharing with wearable resistance 給大家 大家去試一下 有興趣 可以找我們 這個 我本書 第四本 我不知道第幾本了 寫到第四本了 網球 and then for 我們怎樣用這個 來幫大家進步網球 and movements and movements 希望大家喜歡好 下次再見 拜拜